各位诸夏演艺法的朋友们大家好 那本期呢我们就重点聊一聊 最近非常这个热的这个《长津湖》这部电影 那首先让我们先有请老K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老K你好 其实这段时间大家在讨论这个《长津湖》 不管是这个国内还是这个国外 然后我听到的最有意思的一句这个评论是说 这是官方拍的抗日神剧 这个抗美援朝的抗日神剧 那关于这部影片其实这个分歧很大 其实在国内很多人说觉得很感动啊 觉得这个国家不容易啊 这都是我们的英雄啊 然后呢当然有很多人站出来说 这是胡编乱造啊 其实《长津湖》战役不是这么回事啊 这个中国这四人四人伤亡惨重 那其实包括这个《长津湖》这个战役 连美国之音这样的这个抗台 都会拍过一些这个纪录片 然后发映当时的情况啊 实际上这个美军那边虽然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但其实没有太大的损失 其实就全胜而退了 当然那个也是这个中国军队参战的一个开始 然后最后最后回到了一个三八线 所以其实关于这个历史的话 老黑您能不能先给大家就是介绍一下这个背景 就是为什么中国会去参战 是毛泽东自己的意思还是就是对斯大林指使的呢 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呢 就跟朝鲜参加中国的解放战争是一样的 就是一种这个苏联就是或者说共产国际也好 或者共产国际的残余 就是斯大林他老人家一个人指挥的 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要说朝鲜战争呢 就是现在说这个抗联 这个东北抗联名义上是中国共产党 他实际上是苏联共产党指挥的 这些人他是属于这个 属于是这个苏联共产党的体系 这个时候的抗联呢 他不光是包括满洲的 他同时也是包括朝鲜的 这个是一个整个远东支部嘛 所以呢他在这个时候呢 他的这个组织上和资源上 他跟这个跟这个朝鲜和中 或者说朝鲜和满洲 这两边的这个这个组织关系 是一套人嘛一般人嘛 所以这样子就结成了一个 所谓的这个中国共产党 跟朝鲜共产党同志家兄弟的 这样一个友谊 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也不分你我吧 那个时候就说 谁执行任务就谁出去呗 所以金日成历史上 也是这个在这个时候 开始活动的活跃 但是到了这个 日本投降之后呢 那么苏联就占领了满洲和这个朝鲜 他也是同样一步占领的 但是他根据他的这个地方的民族的 这种背景 他就把它划分成一个是满洲 一个是就是苏战满洲 一个是苏战朝鲜 这样两块 那么这个朝鲜这块呢 就把这个金日成给推出来了 就是一个二十多岁坚持了长期抗战 坚持了三十多年抗日的一个老将军 这么一个背景 就是金正恩就好比就是金正恩接班那个时候 说他坚持了三十多年的这个抗日 你信不信吧 反正就是传说中的这个金日成就是他 没错了 这个可以追溯到这个甲午战争之后 就这样子就有了金日成的这个圣田 然后满洲呢就是成为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叫什么东北就是东北民主联军嘛 他也不叫共产主义也不叫中国人民解放军 他是想把这个身份和这个显得模糊一点啊 他他可进可退的啊 他不像这个关内的这个红军呢 或者是人民解放军 他先叫东北民主联军退呢 我可以说东北自治也好 东满洲独立也好 满洲人民共和国也是一般人马 对吧 他如果进呢 然后再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军 这个第四野战军也行 他是这样一个打法 但是呢 就是这个 蒋介石呢 带着这个国民党的这个美谢的这个部队 那也是美军亲手培养出来的部队 打进这个 这个打出三海关之后呢 其实一路是所向披靡 把这个杂派军啊 这个所谓的杂派军是几块 一块是山东 河北的老的这个土八路 一块是这个所谓的满洲国军和这个各地的保安团 还有一部分是 你可以说是土匪 也可以说游击队 反正就这样一帮人 这帮人望风而逃 然后挣钱起义无数 然后这个林彪就没地方跑了 他不能跑去苏联 所以他们就跑到了这个 几块地方 一个是这个辽东半岛里边苏战区 一块就是跑进了这个朝鲜 这个是这个就意味着 这是对这个未来的这个越南战争的一次这个预演 也就是说美军是不可能 就是说你国军是不可能打进你的这个 你的根据地的 所以呢 你的结局是在消耗当中被敌人不断地吃掉 结果也确实如此 虽然这个国军占领了这个主要大城市 但是呢 这个东北民主联军或者是后来的这个 这个 东野东北野战军 就是在这个朝鲜重新武装 重新组织 重新充实了人员 其中包括了多少个朝鲜人师 这个朝鲜人或者是朝鲜公民 还是朝鲜族这个就很难说了 但是呢 我们所知道的第一就是这个东北野战军 满血满状态复活 然后带上了这个历史上 当时用他们话讲是世界战争史上 前所为有的这个火炮和弹药 打了几场打了一场这个这个辽省战役 然后把这个弹药一直 把连人带弹药带武器一直打进山海关 打了又打了一场平津战役 然后就从北到南一直打到了这个海南岛 这是他们自己说的 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有多少朝鲜人 有多少朝鲜人民军 有多少朝鲜的这个干部和这个编制的 这个就是成编制的队伍 不知道 朝鲜提供了多少这个也是一个烂战 按照今日成的说法 或者现在朝鲜的说法是 朝鲜无私的支援了中国人民的解放 所以呢下一步这个朝鲜人民要进行南北这个统一的时候 你中国出兵那是必须的 这个没有办法去推脱的 所以最后成了这样一个结果 OK明白了 您这么说的话确实是很清楚了 因为其实自从就是等于林彪的队伍里面的话 有这个苏联罢 苏联罢吧 然后还有这个满洲国的这个武器和兵 还有朝鲜人的兵 之前他可能还有日本人的兵 对不对 然后这支队伍等于是 就是把这个国民党打的屁股跳流 然后回过头来这个金日成说 你们都干完了 该我了 我也得把朝鲜人 对 那这个这个事情的后面的话 是这个斯大林是允许或者是是默许了金日成这么做呢 还是金日成我不管我苏联爸爸怎么样 我就自己该干我的 这个事情是这样 就是进攻这个韩国的主要的表演 是依靠的是大量的T-34-85坦克 如果没有这些装甲部队 朝鲜人民军就算再有能耐 他也不可能在几天之内打到汉城 然后一两个星期就能把整个的这个联合国军 带这个韩国推到了只剩下釜山港这样一个一个状态 也就是说他们就说1951年吧 叫坦克之下 这个8月份用坦克来征服了这个朝鲜半岛 如果是按照这个美国人的玩法 就是说我二次大战我提供租借法案 你国民党军中国军队 我可以给你装备这个最先进的战斗机 最先进的轰炸机 还有这个主战坦克中型坦克M4 但是不好意思仗打完了 我这个M4我全部收回来 扔到海里去做余胶 我也不给你用 所以呢这个在内战期间呢 国民党军呢 只有这个轻型坦克可以用 主战这个中型坦克就很少 但是如果按照他在缅甸的这种装备水平 这个胜败还未可知 或者用另外一种说法 就是说如果说美军给台湾 这个提前援助很多这个攻击型武器 比如说F-15 比如说这个 这个就算斯普鲁文斯级的 去这个导弹驱逐舰 还有这个神盾舰给他 这个就是给台湾一种反攻大陆的能力 而不是一个仅仅保卫台湾的能力 这个是区别很大的 所以为什么说苏联是绝对支持 或者说是指挥朝鲜进攻呢 他主要就是在他的武器援助和这个物资的援助上 是一个进攻型的态势 OK 好那我现在明白了 那是这样 就是我们再往后推一推 实际上毛泽东派了很多这个兵过去 那这些兵是不是像就是大家说的 其实这些兵都是国民党 就是国民党的就是投降过来的 或者是收编过来的 毛泽东故意想让他们去送死 然后明明知道那地方非常非常的冷 然后也不把补给这件事情做好 就让他们上前线送死 这个是确定的 因为这个就是国民党就是说 中国内战的时候就说吧 说我们小米几百几十万人 小米一胶步枪打败了几百万国民党 这几百万的国民党军不是都死掉了 而是说在这个被俘虏之后 或者说在起义先前后后的就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军队 那么这个军队呢 有一些是这个所谓的就是补充兵员 这个就无所谓了 因为你都是中国人 你都是老百姓 但是还有一些是成建制的 比如说这个就是像那个谁啊 那个平津 就是被副作义投降之后 这个副作义系统有很多部队 是这个是加入了成建制的 加入了共产党 然后还有这个 比如说还有东北的战场上面 有最著名的这个是六十军吧 六十军就是守长春的 长春之围是云南部队 龙云的部队 整个编制 以全编制投降 给共产党叫做这个 编程叫五十军 五十军在朝鲜战争是最出名的一支 这个所谓的起义部队 代号叫梁山部 他是在这个 这个是第三次战役 还是第四次战役 里边守这个 就叫做什么 汉江南岸防御作战里边 表现非常突出 原因在于他们已经习惯了到处挖战壕 抽攻势来进行防守 也就是说解放军大部分人都不会挖战壕 所以他们守的就特别好 因为这个事情好像是魏巍还是什么 当时抗美援朝鲜写了歌 写了这个诗来歌颂这个部队 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包括那个黄继光 我记得他如果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黄继光 就是一个被解放 所谓一个被解放的战士 他都是国民党兵出身的 OK明白 然后这样也清楚多了 像这个 当然现在在这个推特上的话 经常有人把这个朝鲜半岛 晚上就一半天黑 一半是亮灯 就是韩国这边 然后一边朝鲜 就是没什么灯这样做来比较 说这个整个朝鲜战争的结果是这样 那从您这边来看的话 就在毛泽东个人来说 或者整个共产党集团来讲 这场战争到底对他们来说是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是他的一个投名状 也就是说 你收了我们苏联这么多钱 收了我们这个共产国际 或者共产主义世界 这么多援助 你不能说你打完了这个东西 你就 你就 不继续干了吗 对吧 你自己的 有家有业分了房子 你得给我们干 你就得上一个贼船 或者说按照这个 大概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 就有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说知识界就认为 或者说主流社会就认为说 这个世界未来会有两大阵营 一个是社会主义阵营 一个是资本主义阵营 这个鹿死谁手还未可知 隐隐然就是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和美国为首的 或者说英美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 可能还是平起平坐的 所以呢中国人当时 所有的中国人 包括很多这个留在大陆的 这个中国人 包括可能包括这个蒋介石 也未可知 就认为说我投靠苏联 和投靠美国 只是在两者之间 选择一个的道理 并不存在说 我是一个选择一个胜利方 或者选择一个失败方的 这样一个区别 他认为说我融入一个国际体系 这阿姨说的融入国际体系 这个英美方的 这个英美法的国际体系 好像不行了 二战打烂了 都已经打成那样了 那苏联现在 这个站起来了 不仅仅是苏联一个那么强大 而且还把半个欧洲给拿下来了 他的国际势力 他的国际阵营 我也可以参加 所以呢 而且我们这么长时间 就是加入苏联的阵营 那必然就是投入苏联阵营 这个统战的价值大嘛 毕竟美国人好像有点不太舍得给钱 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所以这样一来呢 你说为什么说朝鲜战争之后 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了地位 其实不是说全世界的国际政治舞台上面有了地位 而是在这个苏东集团当中有了发言权 至少我交了血税嘛 我不是说打内战花了钱死了人 而是说我帮你这个共产主义扩张的时候 我死了人 这个是一个功劳来的 OK明白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战场 就是这个联合国 所谓的联合国这边 那当时其实这个中国军队进入朝鲜以后 是跟联合国军队在进行这个战斗 那这个联合国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真的就是被美国所控制 然后其实算您说的属于西方阵营的一个代表 其实这个联合国在那个时候 它是一个什么呢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战胜国集团 战胜国的组织 所谓这个二次大战 就是在早期是这个德国对英法 然后到了中期就是美国开始参战 或者说接近参战的时候 美国的就比如说那个 罗斯福总统跟这个丘吉尔在大新洋会谈 就是提出来一个联合国家的概念 这个United Nation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一直以来就二战中后期一直以来的说法就是 联合国家和这个对这个轴心国如何如何 然后所以整个事情来讲的话 这样的一个脉络看起来呢 就成了一个联合国成了美苏英法 美苏英法的这样一个统一战线的这样一个组织 那么在苏联在整个冷战期间 它都没好意思把这个统战的这个组织呢 去推翻去撕破脸 因为它毕竟留在这样一个协调体系当中呢 总比直接的对抗要划得来 明白了明白这意思了 好那关于这场战争的话 我们就先先聊到这里 因为其实关于这场战争 有些人说了就是很多人都做了很特别详细的这个解读 就包括其实我们这个这个住下圈子里 有一个人做了很好的解读在clubhouse里面 那所以老克是这样 就是目前这个时候出现了这样一个片子 然后呢在各级的所谓共产党的这个机关的话 都要求去看 然后搞了一个超高的一个票房 可能五天是20个亿 还是多少多少亿 那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它的目的是煽动大家的反美情绪 然后要准备开始有什么动作吧 这个呢叫做三天不打上房接瓦 我只能这样理解 就是说有人说啊 这个长津湖是一个这个惨败 你也可以说惨胜 反正就是说中国人没占到便宜 所以你说这个事情呢 其实你是不懂历史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 他总要找一个理由去把一个 做一个这样的一种宣传 做一个这样的平台 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真是假 你不用太操心 就好比说三国演义里面 到底有没有发生过赤壁之战 至今仍然是历史学界 好像应该是认为说 没有发生过赤壁之战 赤壁之战是根据这个 朱元璋 陈有亮的洞庭湖大战 来改的 但是实际上有没有洞庭湖之战 是不是真有洞庭湖之战 也有可能是没有 可能有小规模冲突 仅此而已 所以这个事情就扯远了 但是呢他现在所谓的这个 上方接瓦是什么意思呢 他不知道这个轻重 就是他不知道战争的轻重 把这个战争浪漫化和娱乐化 好像就耍杂耍 就几个人去做点这个 特技表演 就好像就感觉这个战争 就很容易打 然后敌人就失败了一样 这个就按照这个 王硕先生说的 他的那个小说里面说的 说问他爸 说这个你的这个杀敌的故事 打仗的时候 有什么英雄事迹 他爸说 哎呀我那个时候啊 是宝贝疙瘩 全全团就我一个初中毕业生啊 异点码都得靠我啊 要我们那时候被别人追着到处跑啊 我生了病 别人说要把我扔给老乡 然后扔给老乡 就扔给敌人 我们团长坚决不同意 说一定担架抬也往抬走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啊 然后王硕说说 你这个家伙就要居然 就是按现在的错法 侮辱这个这个革命先烈啊 这个搞个历史羞主义 你这个叛徒 所以你对这个战争 完全有不同的理解 只有亲身进行战争呢 才知道怎么回事 你现在这样胡乱演绎 无非就是提供这样一个消费 爱国主义的这样一个渠道 一方面是挣钱 另外一方面呢 他是要挑起某种情绪 这种情绪其实就是 简单来说就是你 你脾痒了 脾紧了 想找人抽你一下 OK 所以这样啊 就说其实这个 因为这部影片的话 这个所以国内的这个 反美情绪吧 其实好像被点燃了一波 有很多人在这个网上去 发这个一些小视频 就是您觉得这种反美情绪 到底是以后会 意味着什么吗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吗 这个这种所谓的反美 还是反苏 完全是取决于当前的政治的需要 但是问题在于习近平 他不是一个建构者 也就是说 他不他不配去下 这所谓的一个大 一盘大棋 他只能去掀你的桌子 所以呢 这种人呢 你说他会有什么想法呢 有没有什么深远的意义呢 也未必 他只是根据说 现在美国 美国不给我面子 我这样的面子 要掉在地上 不是很难看 但是我就要证明 论证给全世界看 是这个美国人的面子 不值钱 所以我是不要 他的美国人的面子 或者说美国人 越不给我面子 我就越有面子 他是为了达到 这样的一个 一个这个 歧视链逆转的 这样一个作用呢 他拼命的去反美 就好比当年的反苏一样 前两天还在说 这个宗苏友好 第二天就 第二天你要是说 再说宗苏友好 你不反苏的话 你肯定会被打成 现行反革命 那有些地方 消息不灵通的地方 你要是真的不读书 不看报 出门就会被 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这个完全没办法 好 那明白了 那个今天多谢老K 然后把长庭谷 这个电影的背景 以及现在推出 这个电影的意义 给大家解释了一下 然后也多谢 能够收看收听本次节目 观众听众朋友们 我们下次再见 多谢 好的 谢谢 再见 谢谢